尊敬的立法會主席、各位議員 現在本人謹向各位引誡2021年度 經濟財政範疇的施政方針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全體傲人和企業攜手努力之下 儘管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重大衝擊 特區政府仍快速推出齊心抗疫補元器 和穩定經濟蓄內需兩個階段的一系列工作 直到目前為止 各項的穩定經濟、補就業、顧民生的措施 已經基本落實 本澳市場主體活力得以保住 金融體系和公共財政保持穩健 物價亦平穩 同時中小企業創新求變 和提升服務質量的意欲 亦有明顯增強 勞工界大力支持提高職業技能的各項安排 經濟適度多元的工作 在疫情影響之下仍然有序推進 隨著8月12日、8月26日以及9月23日 珠海、廣東以及內地省區陸續恢復辦理居民赴澳的簽註 在特區政府各施政範疇的通力合作之下 我們正積極開展第三階段 提振經濟抗嚇源的工作 當時明年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 我們將把握機遇做好主動的對接 發揮澳門的各項制度優勢 設實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至合來